一,塑料袋太硬花,用法一,用上网红款保鲜袋在一个角打个结,然后反过来吹气,在保鲜袋上涂上色。 哇,效果真的很好。 用法二,在一个角打结涂上颜色,呃,有点翻车,颜料太多,再一次,也不完美,将保鲜袋反过来试试。 很好就是这种效果,保鲜袋可以擦一擦重复使用不同的颜色哦。 最后画上花枝,用手指点上灵魂的绿叶。 二,直筒太硬花,用直筒剪出各种形状的花,从小让孩子利用废物创作。 比同龄人更有创造性思维,让孩子从生活中发现美,创造美。 三,吸管踏硬小花,用剪好的吸管在同一个地方旋转踏硬,就这样踏硬出一朵美丽的小花。 家长可以将吸管剪成长短不一,让孩子感受踏硬的效果。 走后加上花枝和叶子,就完成了。 四,手指画向日葵。 将水锅网捆起来踏一向日葵的花盘。 用手指画上花瓣,三岁前建议独用手指画画,增强孩子的触感体验,锻炼手指的力量以及手眼协调能力。 美术启蒙,家庭美誉怎么做,如何培养孩子画画,画得太简单,颜色单一,该怎么引导,不知道如何帮孩子系统持续地学习美术。 我是月月妈,已经创作了一百多幅儿童创意画,这是整理的万字美术启蒙家庭美誉指南秘籍,是我一个字一个字打出来的,希望可以帮助你们。